歡迎收看 國光幫忙 經紀人炮火猛烈 讓班傑抵擋不了啦 我要特別抱怨前幾天 有一件事 怎麼了 怎麼了 就遠遠看到一個人 頭髮毛罩 毛罩 毛罩 然後我就整個就毛起來 那你為什麼不戴帽子 因為我覺得 今天的造型不需要戴帽子 你覺得他還很像耶 對啊 我出門 我出門 我不知道 公子怎麼出來是幹嘛 我一直在說 你的頭髮很醜 我一直在說 我就覺得為什麼 公子很奇怪 公子 經紀人竟然不敢 跟自己的議員說話 不敢正面的對NO哥講話 你 因為 沒有 他要側面 NO哥你來 你沒有這樣 你沒有這麼誇張 不敢正面跟他講 你正面跟他講話 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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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光禮拜十二時候 好像有一點半 要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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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今晚朱莉主持咪嚕 嗨 歡迎收看國軍幫幫忙 小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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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螃蟹對不對 很大 那錄完的時候 停機的時候 我就會說一起吃 或是如果店家有送的話 我會多要一份給他 對 因為人家送我 我想說 我這樣拿回去 可是你耶 一人一份這樣 店家會覺得 這份是我們送你的 再一份 店家都很熱情 有時候我會跟他買 他會看狀況 對 就是我再拿一份 要不然就是可能一大鍋燒酒機了 你再盛一份給我 喔 之類的 對不對 班傑 你對你經紀人做好 他之前是很瘦小 那他就覺得很多人會 就是誤認他是gay 那我就 我對他很好 我就帶他去健身房 叫他無可去健身 然後把他的身材練好 可以把衣服穿得起來 班傑好 跟他以後變這樣 撞了這樣 OK 今天我們要找你們的 你們自己的經紀人來 來講一講 他對你們的不滿 你們對他的不舒服 怎麼可能 對他那麼好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來 第一位 請問 你受不了你家藝人 什麼樣的行為 膀胱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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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我 那不是我 這種事情要講 可以幫助你 去吃飯 玩手在上上手 對對對 班傑 漂浮到膀胱無力 不可能吧 不可能是我 我膀胱很厲害 你應該很有力 對不對 我的內功嘛 內功憋住 對不對 有一次我跟他 旁邊小明明都噴到我 你這麼強 他在牆上 幹什麼 水柱 我這麼強 消防隊友 那 應該是女生吧 女生比較容易 應該是你吧 你有膀胱嗎 有 但無力 有啊 真的嗎 我的膀胱還滿不錯的 很有力 對啊 我只是比較 就是有的時候 就是想要上廁所 那很正常 對啊 很正常啊 那你上廁所的次數 會不會很頻繁一天 還好耶 昨天錄影的時候 有點急 然後錄到一半 我真的憋不住 所以錄到中間 我就跟那個FD說 我要去上廁所 可是那是因為 我長吃太多水果 然後有喝咖啡 你有發抖 我可以 就是我會憋住不發抖 因為發抖的話 就會被看到不好 可是我會有雞皮疙瘩 對 然後就冒冷汗 整個那個 對 然後坐不住 那平常我會愛講話 我就沒辦法講話了 水果要炸掉 不能講話 對 好 歡迎第一位經紀人 大美女 來 請 您叫做 Quee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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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Queenie中間有一段時間 沒有做經紀人 去哪裡 就其實就是做接案子 活動的 活動公關 是 那接到一個這樣子 膀胱不好的藝人 是什麼樣的心情 沒有膀胱不好啊 除了膀胱無力之外 也頗沒有方向感 然後他每次只要錄完 我也不曉得 他的那個膀胱的那個容量 是有多小 然後因為他很想上廁所 所以只要錄影一結束 他就立刻就要暴衝到洗手間去 可是永遠都不知道路 所以永遠都帶我去男廁所 一路上一路 有說有笑 王妮妍是站著上廁所 我可以站著上廁所 什麼你可以站著上廁所 神經病耶 那鞋子不會是嗎 沒有 我都是這樣子蹲的 不要做 因為會很髒 是是是 你可不可以講一個 你記憶比較深刻的一次 對 哪一次男廁所 膀胱有多無力 它 膀胱無力是 每一天都在上演啊 OK 最近的一次也不過就是剛剛 就錄影前 就是一進三逆就立刻 徬徨就 我就想要尿尿這樣 你生幾個小孩 真的啊 你小孩生多的女孩 就膀胱無力 可是我一個都還沒有生耶 哇塞 會不會是因為那個是 就是說 譬如說有工作了 要錄影了 你那個心情上 會稍微比較緊張 我會想說先上完廁所 這樣子工作的時候 錄影當中 就不會影響到大家 有些是習慣性的 工作習慣 來 第二位 請問你最受不了 你藝人什麼樣的事情 手機對藝人來說 像生命一樣重要 可是他臉說 不回我電話 他這樣好嗎 手機怎麼樣 不接電話 聽得懂喔 我還是聽不懂 手機像他生命一樣 好像比生命重要 然後都不回他電話 唉唷 哇 你很厲害 你今天不是出來了嗎 你怎麼還會逼得懂 外國唸書的有差 對啊 不接電話 不接電話 我不會啊 不接電話 我都有 我習慣 我常不接電話 那就是 是你嗎 在練功還是 飄浮啊 我一飄就三個小時 如果我去運動 可能四五個小時 飄浮的時候可以接電話嗎 不行 我懶掉 沒有 會通電 然後電視在裡面 我也覺得說 我現在沒事啊 我是下班啦 嗯 對不對 我要幹嘛我就幹嘛 那我可能會消失大概 可能六個小時 半天 最久六個小時 所以說這個意思就是班傑的喔 來 歡迎第二位 欸 爪頭 班傑 不是不是 你好 你好 你不是NONO的嗎 是啊 他剛才說沒有嗎 我都有接啊 他為什麼不接電話 不是 是有故事的 你說 對 因為呢我不敢 正面的對NO哥講話 因為 對他 沒有讓他側面 NO哥也沒有這樣 NO哥 也沒有這麼誇張 七月的時候可以這樣啊 平常不用吧 你為什麼那麼怕他 對 為什麼不敢 我很怕他 因為NO 真的很怕 我每次例如說 我就跟他敲通稿 我說 NO哥可能這禮拜四 下午一點半 我們要路國逛這樣 那NO哥就會沒有表情 我說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然後就說 NO哥 我們這禮拜四要路國逛 那下午一點半 什麼意思 對 就是這樣 然後就這樣重複好幾次喔 然後後來我講話我就這樣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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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哥就開始結巴了 所以之後我就決定 因為我都是用電話跟他APP這樣子 對 NO哥要解釋一下 你為什麼問他什麼意思 因為 他要跟你說 你拜託笑一點半 路國光 什麼意思 是什麼意思啊 你要說路國光比如說 這一集要什麼 藝人助理來爆料 然後 內容啦 內容要講一下 你講一個頭 那是什麼意思 你把全部講完 那我再大概才判斷嘛 所以我不知道 他都說我的口頭餐是什麼意思 即是口頭餐 然後會覺得 什麼意思 對 或者說 NO哥你要不要吃飯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因為你要有個來由嘛 對對對 我怕你餓了 你要不要先吃一下 等一下錄影 可能我的習慣比較 希望就是 先讓我了解 了解 工作內容什麼 那你知道他很怕你 他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很怕我 不是 我有一個疑問 好好的一個女孩子娶 這個大頭 而且你的頭也不算真的很大 他自己取得很好笑 你為什麼叫短 就習慣啦 我高中就叫大頭 對啊 然後每次敲通告的人 就是對方打來都說 大頭哥你好這樣 喂 就是女生 為什麼要取大頭 怪 因為他名字 因為他姓豬嘛 叫豬大頭 不是 我想說你也取什麼 他說沒有啊 因為想說取一個好記的外號 那你應該是叫豬頭 喂 喂 叫豬頭 為什麼 可是他本名還滿好聽 他兩個字叫豬寒 豬寒 對 很像藝人的名字 豬寒 也很像作家的名字 對啊 對啊 要不然也叫豬寒頭 喂 大腸頭 為豬寒頭 大腸頭會不會比較好記 為大腸頭 很好很好 你很可愛啊 所以你不敢正面跟他講話 我不敢正面跟他講話 然後今天開放你正面跟他講話 好 沒有 沒有 因為他一開始是在公司 是那個 董姬 董姬 然後後來 你試試看嘛 你站起來 對 你試試看 他站兩天還有什麼動作 你再跟他整 我們不要整你 對 你試試看 你看他眼睛十秒 對 那我要什麼表情 我沒有表情 我沒有表情 就要什麼意思 怎麼了 你要說什麼 來 請 你 你看我幹嘛 看他 好 預備 計時開始 弄哥那個 國光禮拜四的時候 現在有一點半 要錄那個 五秒 他要哭了 他到第五秒的時候 眼鏡就偏向我了 不行這樣 奇怪 這樣嗎 你們這麼熟 你還不敢正面看他 可是弄哥對我很好 只是說因為他在這行真的是 德高望榮 其實原外 我 我出到很久 出到很久 可能 因為他是大學一畢業 就來公司 是 就在我們經紀公司 然後當總經學校 但是後來 因為我簽到公司的時候 然後剛好公司的時候 那就大頭你來帶 他說 傻眼 對 然後就從頭開始學習 他是真的 因為他 我知道了 他原來的工作是不用看人的 不用看人的 不用看人接觸 對 對 然後就總機接電話而已 百六的 喂 吃誰啊 看什麼東西的 不接不接 還刁難一下 對 現在看到人會怕對不對 以前壞事做多了 沒有 真的 像有時候我在露營的時候 NO都會進來找我 我們在化妝室 他都進來然後跟我聊天 他都在外面 對啊 然後很久很久 快要錄 NO哥可以可以適應了 就不見了 剛剛也是這樣 對不對 他都會這樣 可是我覺得他可能看 因為我們公司也有很多藝人 像他 曾國誠 誠哥 他就對他就那個 感覺就不一樣 他就會跟他那種 比較 他跟誠誠反而就會比較 會拉勒這樣子 為什麼 遺貌取人喔你 沒錯 那你怎麼敢跟曾國誠開玩笑 因為他每次都跟我開玩笑 他每次都會 嘿嘿嘿 那你現在要跟他開個玩笑 你看他會怎樣 我跟他開玩笑 他會更嚴肅 應該哭不起來了吧 對 他會更嚴肅 我想說什麼了嗎 發生什麼事 對啊 萬一有一天 NO哥來 欸 大頭 欸 哭了嗎 嚇 經紀人炮火猛烈 讓班傑抵擋不了啦 我要特別抱怨 前幾天有一件事 徹底抱怨 怎麼了 怎麼了 就遠遠看到一個人 頭髮毛躁 毛躁 毛躁 然後我就整個就毛起來了 我就跟他說 他說 你不覺得你今天頭髮很難嗎 他說 可是我剛剛有吹頭 我說 那你為什麼不戴帽子 因為我覺得 今天的造型 不需要戴帽子 你覺得他很像耶 對 頭髮毛躁 我出門 我不知道風是怎麼吹 你幹嘛 我一搭車 我一搭車 對 歡迎狀態 欸 哇塞 好 欸 你真的有點壯 哇塞 有耶 有耶 我現在知道 同志為什麼喜歡你 對 試他們的猜 來 你真的蠻壯的耶 不錯耶 是否飄浮飄太多 不是說他 對啊 隨時隨地都要放空 放鬆嘛 我覺得很重要 失憶症失憶到快錄影 還躺在家裡 故事是這樣的 因為他隨時隨地有健忘症 那有一天呢 就是我們要錄一個友台的節目 然後我那天有事 然後我大概四點多的時候 四五點的時候打給他 說待會那個六點的時候 要錄那個康哥的天后宮 然後 他說 喔好 然後等到六點的時候 那個他們執行製作打來說 欸 那班傑在哪裡 我說化妝室啊 化妝室 他說可是沒有 我說不可能 一定在化妝室 是 然後我就隨即打給他 我說班傑暗人在哪裡 他說 你在家 他說 不是要麻辣嗎 他說 不是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以為六點要錄麻辣 我說不是 現在要錄麻辣 然後我就趕快打電話給那個 隊長說 不好意思那個班傑 他現在在Starbucks 買咖啡 因為上工前要喝咖啡嘛 原來那天我們在 我們在等這位等你喔 對… 我們先問 經紀人 你的藝人給你製造過什麼麻煩 大頭 我們要去露營的時候 那譬如說可能就是六點露營 六點的時候 諾哥人還沒有到 我明明就看到他車子下去地下室了 可是人都還沒有出來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我就打給諾哥 然後就說 肚子痛 肚子痛 等一下就上去了 可是這樣一等就等了半個小時 二十多分鐘 肚子很痛 你在晚常啊 拉肚子 我會洗澡咧 就拉肚子啊 對 就拉肚子 拉到離不開 因為我很少在外面上洗澡 我大部分出門前就會 先上完 清腸胃 對 所以你當時車子下去是很急速 對… 很快… 我清掃這麼快就準時又提早到這樣 是… 對 那你呢 那個王立仁一定給你很大的麻煩 有一次我真的還滿不開心 就是前幾個月幫他接了一個 就是品牌時尚的主持 然後價錢也不錯也很漂亮 可是 因為立仁他就是那種很俠女的個性 然後又… 又很挺朋友 他就已經講好了 他要幫他的朋友做一個站台 而且還是… 免費的這樣子 那我想說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你要不要就先一個年朋友說 不好意思 那我們先以…就是… 以工作為主 他就不行 就是他一定要… 一定要幫他朋友站台 結果害得我白花花的銀兩 就這樣損失了 那是… 寧可為朋友不賺錢喔 因為我已經答應朋友啦 我已經先答應 那我… 當我說出一句話 是我不可能再收回來了 哇塞 就是… 有在喬事情就對了 真的嗎 腳頭老大就對了 就是我答應一件事情 而且我的朋友 他已經… 之前就跟我說 叫我把這個時間留下來 那我就說 OK 沒問題 那當我說沒問題 我不可能最後一分鐘 因為接到一個工作 我實在不好意思喔 我不能去了 他是我好姐妹 當然的啊 我們常常這樣 可是他是我好姐妹啊 對不對 他喬時間啊 而且他又不是每天都要開店 你也不是每天有這個品牌活動 開店不一定要那個時程 你可以晚一點開啊 少一點開啊 那你覺得朋友比較重要就對了 我覺得工作也很重要 你可以提… 你可以這個活動主持前先去 不堅固啊 那天剛好時間有點緊 就是剛好都卡在通一個時間 對 你就先去那個店啊 就先跟他打個招 我說我去主持完活動 然後再回來 他希望他從頭待到尾 沒有 他是下午開始的 那個店現在還在嗎 在啦 如果不在就是回答啊 你知道主持回答 那你們有為這個事情發生爭執嗎 這一天 當天就是活動 他朋友開店那天 我還就是陪他去嘛 那他就真的很好 又幫他朋友撿財 然後又在那邊 就像我還以為是他開店 就整個在那邊 喪羅的跟什麼一樣 可是我心裡面就一直在記上 我那損失的是 就是多少錢 我就整個都真的笑不出來 好班傑幫你 有什麼麻煩 應該是麻煩不多啦 但我要特別抱怨 前幾天有一件事 怎麼了 怎麼了 就有一天我們也是要去上個節目 然後我就是 坐健車先去兜他 然後就遠遠看到一個人 頭髮毛躁 毛躁 然後我就整個就毛起來了 然後他一上車就說 我就跟他說 你不覺得你今天頭髮很毛嗎 他說 可是我剛剛有吹頭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戴帽子 因為我覺得 今天的造型不需要戴帽子 你覺得他很像耶 對 而且你剛剛聊頭髮也很像 對 笑起來也很像 然後我就越弄越毛 然後他就說 他也毛了 他說 你有必要這件事情 這麼生氣嗎 然後他就 又激怒我 然後最後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可以發火沒關係 你可以說 你幹嘛那麼生氣 可是他就用了很多 說 我頭髮有 我有洗頭髮 然後我有 我今天我 我睜眼 還沒好 因為我戴眼鏡 我去 各種理由對不對 對各種理由 但他就是 他就是不肯把頭髮 他說 不好意思 班傑哥 那你是不可以把頭髮 稍微整理一下 我們帶他去錄影 他就說 不要這樣個歌了好不好 班傑 我覺得你練功 已經練到某一個境界 我們跟不上 他以為自己是武林的盟主 對… 我覺得點 其實他是一個完美注意者 OK 沒有問題 但我覺得這個點 真的太小了 而且我是 但是我要到攝影棚 不是 欸 對 哈囉 一個藝人頭髮很亂 這個點很大 因為… 而且你是帥的 對不對 那個頭髮真的是鳥巢 就是這邊一個流 這邊一個流 這邊… 就是… 在我的印象當中 我出門之前 我弄鏡子 我抓起來 因為他是沒有進行業 但是我覺得那個方向是對的 我出門 我不知道風是怎麼吹 要是幹嘛 我一直撞到頭髮 你的頭髮很醜 我的頭髮很醜 我就覺得為什麼我被攻擊 然後我就覺得 我剛剛是吹啊 明明就怎麼樣了 然後他就開始又更毛 然後我們兩個都吵起來 好可愛 你們兩個差幾歲 兩歲 對 一上車被攻擊 這個腳法很厲害 你們有被藝人罵過嗎 大頭 你有被弄哥罵過 沒有吧 沒有 人家還沒回答 你不要講 沒有 我講過 他剛剛都在講了 他本來要講 你說沒有 他講 炸爆 先給他壓力 我的記憶 我的記憶 難怪他不敢看你 大頭 講著沒關係 好 沒有 弄哥就很少忙 他每次都默默的 可是 對… 可是真的有一兩次 我真的做錯事情了 他就是滿火的 什麼事 有一次我們去高雄做尾牙 他是很大型的尾牙 那他可能早上一場 晚上一場 可是前一天 我們要先去彩東西 要先去彩排 隔天開始這樣 結果弄哥就問我說 那我們表演完之後 我們到底可不可以回台北 高鐵來得及嗎 對 我就跟他說 我高雄人一定OK 就是高鐵一定有班 沒有問題 這樣子 那天表演結束的時候 應該是11點吧 那其實高鐵是不可能用的 沒有了 那我還很天真啊 我就記得說我之前有做過 所以一定OK 沒有問題這樣 音群好 結果 當下就是第一天到高雄的時候 NO GO再問我一次 結果後來隔壁 就是那天好像是小鹿 是 嘉儀姐 他就說 那你們要怎麼回台北啊 我說坐高鐵啊 他說 可是高鐵來不及耶 沒有班耶 然後NO哥這張臉就沉下來 我說 怎麼可能啊 我就去查 用手機查查查 沒有 結果就沒回去了 結果咧 結果回不去了 然後後來 結果那個 他們就有放房間給我們 他們已經先幫我們訂好了這樣子 結果在拉筆的時候 我就看NO哥 他整個臉超綠的 他就已經要開始要罵我了 也不用罵他就都不講話就對了 那個表情就對了 對 然後結果我就開始 我看他表情一下我就開始 我一定要回台北 我就開始哭了 我就先發智人 因為我怕他罵我 對 然後我就開始哭了 我說我一定要回台北 你還有好多東西我都沒有用 我就開始狂哭這樣 難怪你這樣好了 好啊 他就用好了 我想說 他就 助理太白目 妥中康氣的抓狂啦 我帶了這麼多藝人去泰國 他給我帶去泰國佳樂府逛街 你真是的 佳樂府啊 還走路喔 走很久還上 還上天橋 走走 走一看 這是什麼 大賣場 這是佳樂府 對啊 我們看你們有什麼 日常生活需要的去裡面買 我以前還沒來公司的時候 以前有一個助理 就是我去 我們去菲律賓 去 在馬來西亞 去馬來西亞 主持一個那種就是類似 車商的活動 是 對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我們 他說說 我們當天去的時候 隔天就回來 我說那就住一個晚上 他想說那一切都很順利 就去 然後到了那個機場的時候 因為跟我搭配的是那個 女主人是千佩 千佩 我說你怎麼帶那麼多行李啊 明天就回來啊 他說那我跟妳有背個包包 我說明天不是做完 反正有一套西裝這樣 沒有 我們要住兩天 我說怎麼可能住兩天 你要留下來玩 他說不是啊 今天是彩排 活動完結束 隔天才要回 我聽完的時候 爆炸 我就轉頭 那個助理不見 因為他一直在躲我 因為他一直覺得 啊 因為我一開始問他是這樣 他說沒有... 今天... 他說沒有今天是彩排 我說你現在在馬來西亞 對 馬來西亞 不是在新裝耶 對... 你趕快給我處理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一直... 沒有...要住兩天 趕快去買內褲 趕快去買內褲 對啊 對啊 要多住一天 還有襪子 對啊 可是你說什麼 玩具展是什麼事 喔 玩具展... 好恐怖 你全變兩個了 玩具展怎樣 對 就是有一次 NO哥他有RDS的品牌 就是他的衣服品 對 然後他們就參加一個玩具展 為了NO哥做一個公仔 要展覽這樣 NO哥就說 喔 那天一定要去 因為有我的公仔 我要去那邊拍照 什麼之類的 而且那是很大的 每年現在以後 那個是第一屆 嗯 後來今年也有 就是以後每年 亞洲區最大的玩具展 玩具展 去年開始 對 都在華山固定的 去年開始 然後我們都有 我們品牌都有參展 那很重要 而且有跟那個香港的設計師聯名 所以口碑號還不錯 對 所以那個一定要到啊 因為我們是... 對啊 算設計師耶 對 所以我為了達成NO哥的心願 所以我就把他的通告取消掉了 那很好啊 就是當天 碰...強碰到的一個通告取消掉 但...然後NO哥聽到之後 他傻眼 他說為什麼你不先問我 因為他可以趕啊 他可以去露個面 拍個照 他就立刻趕去 對 因為那個時間是很貪性的 你只要去拍個照就走 對 我不是要從頭到尾坐在那邊 當招待又剪裁對不對 而且我的朋友啊 五百多個啊 不是說一次說一次 對 所以我跟他說你 為什麼要突然取消這個通告 因為那個通告的時間 我前...前面去 OK 回來 結束 因為那個時間是我們自己可以控制的 而且那個記者會是我們隨時到 人家就開始拍完照 就可以去接通告 結果他就是做主張 就把他想說 我可能要待很久 然後就把他 擅作主張就要取消 我說有時候你這種跟我討論 結果他什麼反應 口氣很好嗎 他口氣...他就默默的 然後他就轉頭開車走了 就走了 然後我就這樣 好噁心 好噁心 你拉拉 好色 他只看到車尾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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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現在也不罵住你 可是我很狠 我就... 他在原地 對 我覺得 因為有時候我們脾氣啦 講的話會很重 或是怎樣傷到 對 然後我想說 以後大家來相處 就算了 不然因為我有看過那種 老闆在現場 在國外 我們在泰國 哇 媽那個 想過了泰國人就想說 這是什麼回事這樣子 那次是我太個人 他體力好大喔 我想說 因為我帶了這麼多藝人去泰國 他給我帶去泰國家樂福逛街 家樂福 因為他... 他是老闆耶 他老闆是安排我們去景點 他們沒有收錢耶 他們是去挺我耶 而且那個拍的東西 回來要給人家看的 就是他們是挺我 家樂福 結果我說去哪裡 我們第一站應該是很屌的地方 而且之前去之前已經安排很爛 叫他們吃飯在哪裡吃 弄得還是跟我去還好一點 對 我們是同... 他們之前去的在那個什麼 那個機場的服務扣 就叫他們吃飯了 我一聽... 你在泰國你帶去路邊攤面店 大家都覺得 哇 就很開心耶 對 我覺得已經有點火了 然後我跟他兩個一去 在機場已經... 怎麼會我們兩個... 沒有人來接我們兩個 我就已經... 算了... 然後我還說沒關係 沒關係啦 太苦了 不要生氣吧 好 不要生氣 然後到最後那個時候 我沒辦法 我說走 我們去逛 那一大堆人 哇 還走路喔 走很久 還上... 還上天橋 走... 走到一看 這是什麼 搭麥廠 這是家樂福 對啊 我們看你們有沒有什麼 日常生活需要的去裡面買 你們過來 你們先去逛一逛 你過來 我突然受不了 我在這個泰國大街上 耶穌 我瘋掉了這樣 對 而且當地那個導遊還不知道 他已經在發飆 很生氣了 他也很白癡喔 帶我們去吃飯 然後吃飯一坐下來 然後想說 啊 消消氣 然後他... 乾坤的時候 大家點啤酒來喝 結果那個導遊跑過來 你們 還跟他講... 哇 全部 酒全部來 對 我這樣出錢 等一下 我... 那個人不是你台灣的員工嗎 不是 他不是台灣員工 一個台灣的員工 他賣的是台灣員工 另外一個是當地泰國的 喔 當地的窗口就對了 對 喔 OK 跟白幕 不是 你也看一下 松白幕 你叫住人 你也要付錢 要玩十八米 太氣了這樣 好 來 最近有一次 就是... 其實有兩次啊 啊有 對 然後其中一次是... 因為我最近想說出來行走江湖 還是要以和為鬼 然後就是在... 前一個通告是在定妝 那... 就是他難得演女主角 然後頭髮就是... 哇咖 一剪就剪很短 然後我也... OK OK 沒問題 沒問題 然後他的眼神就已經... 就已經抖... 就已經感覺出 他的肩膀抖了兩下 但是我還在那邊 OK OK 導演 沒問題 沒問題 然後定妝的時間 已經超出我下一個通告的時間 已經超過半個小時了 他就一直用眼神就是暗示我 欸 時間已經到了 然後我也比了一下手錶 意思就是說 我知道 可是我不太好意思 就得罪導演跟製片 所以我在旁邊的姨父 好像也是沒有什麼事 氣令神弦 對 但是就稍微提醒一下導演 欸 導演我們可能時間差不多囉 但是因為我沒有很嚴肅 積極 對 所以導演就可能覺得 應該還好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其實我心裡有點慌 所以我在那邊就有點坐立不安 然後他最後他就自己動不了了 他就自己跟導演說 欸 導演不好意思 但是如果說訂完之後 沒有什麼事情的話 我們就先走 因為我們後面要有下一個通告這樣 然後導演就 喔 好 不好意思 就讓我們先離開 然後出來我們要攬計程車的時候 他就非常北宋 然後就是很嚴肅的跟我說 Queenie 我覺得在適當的時候 你還是應該要 扮演好經紀人的角色 像剛剛 由我來跟導演說 就是我們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這樣子很不應該 應該是由你來去 跟著這個狀況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也知道 但是我當下 我就只想扮演好一個 操出來的角色 但是被他叮我又 被他叮我又 對 有點不爽 我還給他 就是我還給他頂嘴 我就 因為我當時覺得 你可以撐得了那個狀況 然後他就也 氣到一個 他也不想理我 就跟NO哥一樣 默默的打開這輛車 默默的上去 我就默默跟著他坐在旁邊 到下一個通告 你還可以上去喔 坐車走啦 你剛才這樣上去就這樣 門一拉 來 坐下一台 你兩個在搶門你知道嗎 一個在拉一個在關 班傑師傅Time over 錄音現場暴走啦 但是那天師傅就是 因為求好心切 想把最好的武功 都亮出來 然後在節目亮出來 就整個暴走 是 比如說那個 本來沒有的橋段 他拿筷子 金槍似吼喔 你都買了 不夠韓是吧 有沒有刀 腰刀感 要最後怎麼覺得 因為太厲害了 丟 你又卸妝嗎 讓他氣死啊 可是你那句話 已經我覺得滿重了 我覺得這個時候 你要扮演好一個 經濟的角色 這不是第一次發生這樣的狀況 每一次都是 他會不好意思 去跟製作單位說 不好意思喔 我們有下個通告要走 然後他會跟我 這樣子比 我不曉得他跟我比 這個意思是什麼 因為我也知道時間到了 他還生氣了嗎 剛剛我跟妳比這句話講 妳是幹什麼東西 都超明顯的 因為我是 我是演員嘛 我是藝人 那通常這個 好像行程是不大對的 不應該是由我來說 不好意思喔 製作導演我們要走了喔 那我什麼話都不應該要說 因為有經紀人來說 比如說頭髮 因為那時候我們走了之後 我的經紀人跟我說 哇 我覺得你頭髮剪剪太短了 我一跑我上來 我想說親愛的 那假如你覺得剪太短的話 你應該當下就阻止說 我們可能拍完這個東西之後再剪 因為今天是試妝 還有時間可以 他都不講話 對啊 妳為什麼不講 應該是妳講 因為他怕 我當下就想說 還是先假設一下 結果後來我會講說 頭髮真的剪很短 我看到他火氣要上來 我就說 不過很漂亮耶 我覺得比之前長頭髮還要好看喔 那已經來不及了 其實 你如果是我們三個人經紀人 你大概 頭髮會被剃光 其實這是假的 對不對 這應該是經紀人假的 對 沒有其實 因為對我來說 不會啊 就是你再找不到我們 對… 開心的也不是啊 我的藝人呢 我的藝人呢 你會找不到我們 他 我們繼續錄 有的話我們可以加快角度 你要不要比一下 對他比一下 你現在又不敢講了 趕快講講講 其實是有一點 我們下個通告有啦 不過沒有關係 那你被尿隊啦 你尿急嗎 不急… 對 上次我講不回來 你哪一招啊 從今這一組沒人 而且我那一組 而且我那一組 而且我那奇怪是 我上次這組 好急 我要先領錢 先領錢 沒有 因為Queenie 她的個性比較溫和 她有時候會怕得罪 那可是因為這一行 我覺得就是大家分工 那身為一個經紀人 就應該要去掌控時間 然後就比如說 藝人的形象的話 哪裡不對 經紀人要講 不是藝人說 不好意思… 現在不能剪 這樣子 其實事情是 得罪人的是你 經紀人是要唱黑臉的 對 應該怎麼當黑臉 那我那一天就不曉得 為什麼就這麼guess 是導演很帥還是 也不是 你喜歡導演還是怎樣 都沒有 但我真的就是 兩次做guess的事情 就是惹貓他 guess啊 對 另外一次他真的是 更是氣大到 現在都還記恨我 就是我幫他接一個 算是就是購物台的一個東西 他前面要先前置拍一個VCR 是就是可能 就是一開始可能吃的比較多 使用前 使用後那種 使用後 然後我也沒有很清楚的知道說 就是他拍的流程是會怎麼樣 因為跟我們講的那個人是說 就是穿著就是 也是漂漂亮亮的拍 然後漂漂亮亮的呈現這樣 就沒想到現場是 叫他在腰間起出 就一坨 一坨肥肉 然後他很垂頭上去 然後他看到我還說 哇 你今天看起來不夠肥胖 我整個就想說 這個東西派出來一定是會很醜 那結果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變成到最後 就是沒辦法 因為已經接了 接了我總不能說不好意思 我要走了 因為走的話 那他們就一定會很不開心 對 那經紀人就一定沒辦法下台 所以我就在那邊還要跟人家 就是協調要怎麼樣用 拉鋸戰你知道嗎 對 然後我就還要穿就是 你知道小可愛 然後肚子就要這樣一半 然後還要把肉擠出來 然後那個 明明就沒有那麼胖 可是那個就是VCR 開起來很胖 那時候 經紀人會幫我接那個 是因為那時候我真的是有種 真的是有種 因為那時候我接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還滿得意 我想說 我可以在經紀人走樣的時候 還是照樣讓我們兩個荷包滿滿 是 走樣 是 還是經紀人會講自己人走樣 對啊 對啊 還滿是 嗯 他罵過你嗎 不該講 應該是 應該是吵架 應該是吵架 有一次就是 我們去上一個 一個也是有台節目 然後他的師父很厲害 然後那一集的主題就是 找他的老師或師父上節目 然後我覺得他 這一年多上節目應該 TEMPO都滿好的 但是那天師父就是 因為求好心切 想把最好的武功都亮出來 然後在節目亮出來 就 整個暴走 是 然後 然後我就覺得整個節目有點失控 比如說那個 本來沒有的橋段 他拿筷子 然後 金槍伺候 我知道 筷子這樣堵住 然後手這樣打 對不對 筷子翻掉 不然就是叫漢典尻尻尻他的頭 就是 拉筷子翻 就是師父其實是 很厲害 我們知道 但是他是求好心切 林奇功的師父 剛好是那一集是 就是錄得有點過長 然後等到我們師父要表演的時候 他是壓軸 結果他要把整個東西都表演出來 那就是 變成表演有一點太長 但是 他是我師父 我一直以來 還沒有當藝人之前 我都是聽從他 對 所以等到上場 我沒有辦法去 顧這個節目的tempo感 我就是聽從師父 他要表演 我就是聽從 然後我就 我後面我就跟他說 我說 主持人員不敢阻止 算… 這樣就打通打通 我說師父是 算是素人 那你是藝人 你要控制 你應該了解這個tempo 那主持人都有點尷尬了 那你怎麼沒有控制一下 他就一直說 師父 然後我就一直說 我就說 那個tempo這樣不對啊 這樣大家 師父是對的 他是我師父 我聽他的 他是我師父 然後我們的 吵架就是 師父是對的 就是龜打牆 最後的結緣 師父是對的 對 我對師父就是 就這樣 我愛師父 師父要感到我 對… 英日為師 終身為復 你那個是特殊的狀況 是不一樣 因為 就譬如說 像我們的表演老師來的話 我們也是這樣 對 我們怎麼敢插話呢 對啊 像我們的一些老師 不是 我跟你講那個 快點 快點 你這樣轉 手扭斷 反正製作單位到時候會剪 自己會修 可是好險後面就是 修得是滿好的 對… 因為在現場真的是有點 不是 可能也很精采 因為你講那個刺喉嚨 那太厲害了 對啊 那個一定要播的 那天可能 刺完後 不夠橫是吧 對 有沒有刀… 要刀… 有一個價值氣氛 感覺是 不夠可以再來 然後說還有 還有… 他本來是筷子一根 他說夠不夠 不夠 七根 七根 一根筷子 用到漢頂尻尻頭 精采 就是還會鐵頭弓 就是一招一直吵出來 一直吵出來 其實他們覺得夠了… 已經夠很了 你師父也算挺你 很挺我 押香寶拿出來 其實… 最後怎麼結束 這最後怎麼結束 因為… 太厲害了 經紀人感性喊話 王立然眼淚又hold不住了 可是我真的非常謝謝LISA 因為… 我中間大家有… 之前我有離開這行業一段時間 然後一跟她合作的時候 我是… 對經紀上面都是什麼資源都沒有 她自己本身就有代言 然後又有… 主持的晚會 那些… 就是… 酬勞都很高 她還是就是讓我 就是用抽用心 謝謝 我要謝謝NO哥 就是這樣 因為算帶我入行 然後對我很好 是 然後像爸爸一樣照顧我 對 OK… 當然NO哥對女生都很照顧 就是很體貼 很好 謝謝NO哥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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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畢竟她是… 就是第一… 入行… 就是做藝人助理這個 我是藝人第一個藝人這樣子 那我希望… 就是在圈內什麼規則啊 什麼東西 我就經常能跟她講 就是對啊 但是她平常也蠻忍受我的脾氣啦 嗯… 就有時候脾氣來了 就是那種不講話 謝謝… 大家不要難過喔 但她很認真啦 很認真在學習 去問問看我的助理 你就知道你很幸福 我們知道她很害羞吧 對… 來…有什麼事要跟她講 感謝的 就是我真的非常謝謝LISA 因為… 我中間她有… 之前我有離開這行業一段時間 然後我一跟她合作的時候 我是… 對經濟… 上面都是什麼資源都沒有 然後她還是願意相信我 然後我那時候的… 我連綜藝製作單位的… 就是什麼東西都沒有 然後她就給我一個機會 讓我去… 就是建… 建立這些資源 然後跟我合作 然後我們合作的時候 她還不是給我一個… 就是很少的… 的薪水 她是直接讓我用抽成的方式 然後我們合作那段時間 她其實接到… 她自己本身就有代言 然後又有… 主持的晚會 那些…就是… 酬勞都很高 她還是就是讓我… 就是用抽佣金 所以我剛剛合作前三個月 我的薪水真的是… 比一般的經紀人還高 可是那時候我是一個… 只能說… 是一個助理 對 那她就是願意給我這樣的機會 然後我希望… 這…合作來這一年 我還滿開心 就是我綜藝通告 先幫她鋪得很滿 然後我們現在也有了… 戲劇的…演出 而且是女主角 因為她真的… 她是一個演員 我很不希望… 她的才華被賣 謝謝… 謝謝… 我們再講一句好了 我們也要那個音樂 我們也要那個音樂 講得好像這樣 回去老闆說 你好無情 大口怎麼那麼怕你啊 對啊… 一點都不溫暖 不溫心 對 你看王林倫哭成這樣 一人有什麼感情 感情很好 對 因為真的很難得 不是 你那個太快了 太強了 不要不要 因為有革命情感 對 因為很難 我入行 我甚至他在我第一次 簽經紀公司 在我第一家公司 然後那時候 就是真的是很辛苦 然後人生地不熟 然後對這行也不熟 然後被做到 就是被做到名譽很壞 然後他那時候進來 他只帶了我四五個月 那時候我通告是最… 我在那家公司那麼多年 通告那段線是最多的 然後後來他就要離開了 我說Queenie 你出來帶我好了 可是他那時候就堅持說 他不要做這一行了 對 因為你太胖了 對 我那時候就有胖了 那所以那時候 我們就是自己 就是走自己的路了 然後也沒有想到 再有這個機會 可以一起合作 那很開心 就是過了這麼多年 又遇到他 觀眾朋友 我跟你講 這個在我們圈內 如果能遇到一個 好的經紀人 真的是很重要 對 好的經紀人 帶你上天堂 不然我們就住套房 真的 好 艾瑪斯想好沒有 我跟你講你後面就 如果這樣就完蛋了 我覺得他們 兩個現在剩打架了 對 你們不是打架 OK 我們自己想辦法 來 艾瑪斯有什麼話要跟他講 沒有 我覺得 因為滿謝謝他 因為我們互相都互相包容啦 那我的脾氣 是有點不好 然後又有急性質 那有時候遇到這個放空的人 那你又急不了 然後 但他都可以就是包容 所以我覺得 滿感謝他就是 包容我的急性質 跟脾氣不好 對 你跟班傑有話這樣講 大家講之前 我先補一下 謝謝 其實我 護唇高 因為待會兒要扑人 他要扑人 他要扑人 對啊 來來來 班傑你什麼話要跟他講 其實 我覺得 我之前是走 比較偶像的這個路線 然後有很多包袱 其實 賺不到錢 其實我超辛苦 然後 那時候我就 我就想說 如果我可以變成就是 艾瑪斯戴 因為他在綜藝 就是算是比較有成績 我可以走綜藝 那當時候是沒有人聽我 那我就跟他討論 他覺得 應該是可以試試看 那真的就是因為他帶 我才有辦法在綜藝裡面 其實 一直一直一直把這個事業 搞到一個穩定的收入 那我覺得這樣 我在台灣的生活 可以過得很好 那我可以天天放空 然後我還可以 還可以錄的 還可以繼續 繼續生存下去 其實都是因為他的關係 所以他 因為他是一個 愛完美的嘛 所以他會都幫我準備好 求好心切 對 所以其實 我當然可以保養他所有 因為他就是都可以讓我是 有這個呈現在 螢幕前面 是 不過今天這樣看 經紀人跟或者助理 其實對我們幫助都很大 那其實之間呢 我們感情都會很好 那以後呢 就是希望藝人 盡量不要給經紀人 太多的擔心 那經紀人也麻煩 或者助理 也不要給我們太多的 另外一種不同的想法 不過看得出來 你們感情都滿好的 對啊 尤其是班傑跟他的 你們兩個要不要去 你要去魔王大道 就乾脆直接去 模仿班傑 你可能會得嘛 沒有 別開工作不講 你們的感情要好好珍惜 謝謝 謝謝